而刑事局三線二的警政監李明佐 在臺中市刑大大隊長任內涉嫌 向博弈集團泄密收賄 就連著刑事局的職位疑似 也是靠最美電競女董作來幫忙 臺中地檢署 歷經超過三個月爭辦 查出博弈集團為了利誘他 不只送出價值兩百五十八萬元的養酒 還有一臺四百多萬進口修旅車代步 甚至租下酒店式公寓 讓他免費住 收受不明現金多達四千四百五十一萬元 地檢署徵結之後起訴涉案的三十二人 刑事局警政監李明佐涉嫌當內鬼 向博弈集團收黑錢泄密 歷經超過三個月的偵辦 臺中地檢署把涉案的三十二人起訴 還包括兩名前記者 檢署調查發現博弈集團除了祭出美人祭 透過前記者也是最美電競女董作幫忙牽線 讓林明佐透過了職務之便把偵辦方向早一步 洩密給集團成員還拋出了三大利誘 不只送給林明佐一瓶要價258萬的高檔洋酒 以及四百多萬的進口修旅車代步 甚至租了酒店式公寓給他免費住 享盡豪奢生活 酒店式公寓就位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附近 地點非常好 住了不少外派的高階主管 檢方甚至還查出林明佐從2021年8月到2024年1月之間 陸續收到了可疑的現金 部分分拆成49筆 存進他跟父親的賬戶 一共多達了4451萬 林明佐過去被稱作是刑事戰將 現在正義凛然的形象荡然無存 還成了接下球 記者方平文林波從台中報導 周圍門 точно 余равствуйте 天風 正 照 周圍門